今晚民間媒體就找到 新界東北的代表 卓佳佳發言人 卓佳佳接受這個訪問 今晚吳亮星這個主席 通過了這個三億割款 首先我想問一下 對於今次這樣的議會 這麼粗糙去通過這個議案 你自己是有什麼感受呢 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很消化 沒有發生什麼事的 剛剛議會裡面的情況非常混亂 都見到那位三民議員 他們是用盡所有的方法 甚至走出去主席台前面 去走著他的財權和提出貨 但你見到吳亮星是非常之尊重議員 突然之間就問有誰贊成表決的 然後他就見到後面的建制派的議員舉手 然後就突然之間投票 而他是沒有等到泛民議員上班 就已經去宣佈 獲了一個票數 或者是二十九會贊成 兩票反對 其實我覺得 香港的議會淪落到這個地方 非常之可笑和可恥 可恥是在於 我們都不認真 去一個寧願當初的高輪組別議員 他完全不依照規則去主席台前面 而可笑的就是 我們以為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發展得很好 但是你見到 政策崩壞 議會失效 其實是正正在我們眼前 但是很多香港市民可能到今時今刻 都仍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是 我們需要民間更加多 對於東出計劃 對於香港的社會再生 看到一些關心參與會議員 我現在要透過訓練去做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民間 可以做到什麼 可以幫他什麼手呢 可以做什麼 我們算是 我們的確是輸了很多 但是這個計劃是一千二百幾斤 今天通過了三億元 我們在這裏先進行公司 我們之後還有很多場子 包括來的正規會 會審的好利益會方面 那大家無論是否都會 都可以發揮機會 進行上發展 我們的派對方 這個原點是今天 會發生 第二就是 其實我們疑然 需要很多去公共工作 讓香港市民了解 不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都會緊緊 需要擲街站 需要移工過來一切幫忙 就擲街站 第三就是 相信很多社群組織比達 每個新界都很分 都很希望大家 和多賭場團 新城來到鼓勵 來到鼓勵 我們要挑選一下我們香港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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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還有第四就是 如果有一次政府再去立法會 申請一支二百億的變化 我們就真的要再來立法會 立法會 立法會 到時 希望我們平均最早不就要 eşill去一腳 後果是希望大家有甚麼提言 還 Yakhecik 最後你有沒有部分想跟大家說 有甚麼故意就是大家進行 我想說事情給大家聽 始終即是衝速心向全責 equ 這是在香港跟著家 但不聽我做 我們還Press80年代總入上以下 這麼霸動的區土性規劃 是我們提供社區為由下而上的發展模式 我們要值得城市還是要有鄉郊呢 我們看香港是否可以討論 普通的城市香港的區域規劃呢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考慮 做發展的方法 都很希望大家繼續去 關心這件事 然後真正去 實實地去了解 好 謝謝你 謝謝